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统计学部分 分接着哪 从第六章 第六章开始 就是所谓的统计学的开始 所以我们首先就来看 这个地方当然有很多知识 我们是不需要去讲的 不需要去讲的 有些章节我们是不讲的 因为对我们 无论是期末考试 还是研究证书学考试 基本上跟它无关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讲 我们要考试要求来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 第六章 它的标题叫样本与抽样分布 抽样 样本 现在我在讲这个之前 我就要说一点事情 统计学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当然它远谈不上精确 它只是一种古迹 一种预测 一种古迹 一种检验 它不一定准确 我相信统计学在我们身边 比一比一解释 举个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民营车业 对不对 你不是这样 美国总统选举了 然后呢 紧接着 有各大报纸等等 或者有一些甚至赌博的机构 他要想预测一下 哪个能胜选 他不能胡乱地去预测了 他就干嘛呢 他就按照一定的标准 去打电话问 或者网上调查 他肯定要调查的 但是他有没有调查的 每一个美国人 每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他不回去调查 这个太麻烦了 几亿人口了 对不对 结果我们国家 养人口普查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我们国家 有没有每一年都经营人口普查 什么叫普查 一个不露 全部给我查出来 那么我们好像到目前为止 只进行过来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这不查不行啊 为什么不查不行 不查你不知道家底啊 对不对 我们原来的时候人口普查什么 就看看 哎呀 全国一共有多少人口啊 哪个年年段的有多少啊 这是原来 就比较初级的 这是普查 但是每一次普查 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到了我们现在普查的时候 不仅仅要普查一下 全国的总的人口 男女比例的比例 然后紧接着年年段 更要重要的是 他要检查一下 在我这个整个人口这个家庭当中 他有多少就是文化层次 技术层面 就这个人才啊 在我整个这么多人口当中 我有多少人是高级知识分子 是工程技术人员 他要统计的 是不是啊 有多少人具有博士以上的学位 还有多少高级知识分子 那这种情况在这年年段 他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据很关键 因为这个数据 你把它拿出来以后 他对于决策 制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 很有帮助 你比如说非常简单 如果是你的人口数量很多 但是你的家庭比较薄 你在你的人口当中 人才数量很少 你这个时候 还去制定一些 不起实际的科研规划 那肯定是不可能实现 对不对 所以人的这个数字很重要 但是我们每一次人口普查 那是不得了啊 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国家动员的社会力量 所利用的这个资源 那是不得了 浪费了人力物力 那是不得了 这工作要做 但是不是每年都做 但是我要告诉你 人口抽查是经常进行的 大家看到 这是你比如讲 明成烟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就不属于这个 那个了 然后紧接着大家 再来看一看 还有哪些 物价 有人说 这个每一次啊 这个我们每一个 或者每一个季度下来以后 那么我们都要公布 这个物价水平 上涨 有些什么指标哦 我就搞不清楚 什么指标了 物价上涨水平 它怎么来的 对不对 但我买这个查比 它没问啊 它没有问我买了多少钱呢 上个月这个查比多少钱 这个现在这个月查比多少 它没问我啊 它不要问你 它这个物价的整个水平 它并不是完整的调查出来的 它是抽查 它就可以在全国设置一些点 比如说设置几个城市 这几个城市呢 就设置定一些点 进行监控 这个物价也是抽压 然后通过这些你设置的这些点 它的物价的水平 来可以近视地反映全国整体的物价水平 它这么来的 你这比如说 我们去估计粮食产量 那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服务员这么辽阔 人口这么众多 你大家说 如果粮食产量出现大的差处 那是不得了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项工作 就是估计一下明年的粮食产量 那么那个股价的股价的时候 它有没有估计到每一片地 每一块地 比如说我家有三亩地 你有没有估计一下 我们家的三亩地 明年能产多少粮食 大概估计啊 根据这个现有的情况 它不会 它也是抽样 当然不一定很准确 它有误差 但这个很有价值 是不是 所以我说统治抽样 样本就这个意思 什么叫样本啊 就是说基本上抽一些 就是说这些同类的东西 我们抽一个出来 这个同类的东西抽一个出来 然后同志抽一个出来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事情 标本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蝴蝶标本 就现在有两百种蝴蝶 我同一种蝴蝶 我取一个 我就取一个 然后我们每一种蝴蝶 我取一个 然后做个标本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样本 好了 所以我们首先 第六 第一节 就是几个基本概念 所以我们说统治学的行为 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 你这比如说我们生产某种产品 你肯定要检测的 大家说这种产品生产出产的话 你肯定要检测 要合格了以后才能出产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这种产品数量巨大 还有呢 比如讲 如果你把它检测好了以后 这个产品就报废了 你不可能检测到每一件产品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抽样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源源不断的 我就各个批词的产品 我就不断地抽 抽了以后进行检测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统治学 实际上干的一件什么事 就是以偏改权 就是以一部分来反映整体的状况 我没有把你所有的对象全部拿出来 我就取部分对象 通过这部分对象反映出来的结果 大致上反映整体的状况 所以这就是统治学的认为 所以大家搞清楚 首先我第一个概念 叫总体 大家首先这个总体 就被拦住了 老师什么叫总体 我如果说讲的比较高雅一点 我就告诉你 是我们所研究对象的 属于一切的研究对象的 某一项指标 所研究对象的 某项指标 的全体 我就称为 总体 哎呀 有人说老师 你这个说得太高雅了 我们所研究对象的 某一项指标的 全部 这就叫总体 那我现在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现在研究 北京市的人的身高 那么我就问你 我研究对象是谁 是北京市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口 我研究他的什么指标 身高 某项指标 他的指标多了 比如讲身高 体重 势力 等等都可以嘛 反正你找一项指标 我们研究的所有对象是谁 就是北京市的人口 研究的他哪个指标 身高 他的全部 那就是全体 所以北京市的 所有人的身高 放在一块 那就是个总体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些人还不明白 老师这个我还不明白 我现在就告诉你 什么叫总体 总体 即随机变量 这些东西 哎呀 总体就是个随机变量 是不是 我们一般情况 把他记得为X 就是这边 总体就是个随机变量 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个 那么北京市的人的身高 所有的身高 构成了就是一个总体 如果某一个人的话 如果某一个人的话 叫什么 叫一个个体 对不对 现在我下面就告诉你 样本 从总体中 从总体中 抽取 若干个体 比如说我出个例子 我说北京市的人的身高 或者总体 我现在干嘛 比如说我现在在长安街上 我在某一个地方 人可繁华的地方 我干嘛 我抽烟 我抽一百个人 他人不多嘛 我就随之地抽一百个人 我告诉你 这一百个人 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 这一百个人 就构成了一个样本 他每一个都是一个个体 那么这个就成为一个样本 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们大家 也就是我们 我说过了吗 统治学就是以偏概全 以部分来反映总体 反映整个体 整体的状况 当然这个不一定准确了 不一定是准确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取什么呢 我们就取一百个人 比如说我取一百个人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搞选举了 是不是 这两个人搞选举 我就 我说 哎呀究竟哪个人能胜选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有好多选举都是要赌盘呢 对不对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弄得不好就输掉了 输掉以后就意味着 亏好多钱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时候就有个办法 就是通过什么 通过统治学的方法 去预测 它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它就是要通过抽样 通过抽样以后 通过这些样本 反馈出来的信息 而大致造成大致上一个结果 当然也不一定是对的 大家知道最典型的美国 有一个很有名的民意声音 叫盖勒夫民意声音 叫盖勒夫民意声音 它在预测美国总统 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对的 当然也有失误了 也有失误 那你比如说 在这个杜鲁门的时候 在杜鲁门总统这一届 杜鲁门总统 跟杜鲁门跟另外一个人 都是候选人 在选总统的时候 那么这个民意声音就说了 说另外一个人会胜选的 也就是杜鲁门选不上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蒋介石 都是一边在搞内战 他为了抱美国人的大腿 他干嘛呢 他就所谓的政治现金 就是给他赞助 对不对 那赞助嘛 那赞助做广告嘛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蒋介石还给了好多钱 给另外一名候选人 另外一名候选人呢 他结果的时候 他就赞助另外一个人 然后警觉他就没有赞助杜鲁门 结果 为什么 他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他就是根据这个陈燕 说二叔叔 那个杜鲁门是什么了的 另外一个人生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最后他把把押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结果另外一个人 没选上 所以这个时候杜鲁门上来以后 那么实际上 就对他不好来 也就是压助保来 压助保以后 那么紧随其后后面 所以蒋介石就很紧张了 当然后来蒋介石 为什么后来以后就送了一颗西兰 也超线战争爆发了 超线战争爆发了以后呢 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美国第七舰队 开到台湾海峡了 那这个时候 所以大陆这个统一台湾 就1157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不是因为 超线战争爆发了 那么实际上杜鲁门 是很讨厌两件事 为什么 我当初我在选的时候 你把钱给另外一个人 结果是坑我 结果我赢了 我1号物资给你吃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在 统治学的各种 这个古迹当中 不一定全是对的 它只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它有些误差的 好 现在我就 比如讲我 这个衡量 北京人的身高 我就干嘛呢 我就 在长远街的某一个地方 我就取一样 不取多少 我取100个人出来 把这100个人的身高 量一量 然后通过这100个数据 然后反映出来的情况 基本上近似的反映 整个北京市的人的身高情况 可不可以了 可以 真可以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得出来的这个数据 未必是精确的 精确谈不上 也不一定太可靠 所以人家大致反映 统治统治 它实际上并不是精确的 所以但是我们在取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X1 X2 XA 相互独立 大家听清楚 X1 X2 XN 还是随之的 我现在想问你一下 你在长安阶上说 取样取100个人 你知道你选谁啊 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身高 都属于随之状态 好 X1 X2 XN 要相互独立 第二个呢 X1 X2 XA 与X 总体 同分不 有人不理解 说老师 你搞这两个条件 干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讲课 有的时候 像这个讲的 对你们大家来说 就感到很悬浮 非常非常悬浮啊 对不对 我来解释 X1 为什么要把握 这两个标准 X1 X2 XN 相互独立 就是我发生学乎 不影响你的概念 我是这样解释的 这样是为了你最后 提高你这个 最后得到的结论的可靠性 后再距离真实 更加进一步 这个时候 你在取样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首先第一个 比如像我说 衡量北京生的人的身高 你就估计一下 这个时候你取样的时候 比如像我举个例子 你把我 取了是X1了 那你就不要再取我哥了 遗传嘛 但是我的个子蛮高 我哥的个子能矮吗 对不对 他们实际上是有关联度的嘛 也就是我这个X1发生了 X2会影响X2的概念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取样的时候 这样一解释就通了 比如说我说 你把我作为一个个体取进来了 作为样本的主成部分 我父亲你就不要再取了 遗传嘛 对不对 或者说你把我作为一个个体取进样本了 我家女儿你就不要去了 遗传嘛 对不对 他们直接是有关联度的 所以要取的时候怎么回事呢 就是取了这个人以后 这个家庭上的取了一个成员 别再取了 这个家庭里面 只要有遗传关系的 有血缘关系的 你不要再取了 他们这件事是有关联度的 就是一个 所以这样一解释以后 X1 X2 X3项目独立 就好解释了 就好解释了 对不对 你不是让我举个简单例子 一加个子都高的不行了 这种情况之下 你全取了 最后你得到了身高的估计 跟真实之间差距太远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求X1 X2 X1 与总体X分布相同 有人这个又不理解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分布之间 没有显著差距 我现在就告诉你 如果你估计北京人的身高 你在取样的时候 你记住我的话 比如说我在长远街 在某一个地方 我在取样的时候 我一发现 哇 这个人个子有两米多 不要不要不要 为什么 我把他取进来 最后得到的数据 肯定不行 一看了以后发现 哇 这个人是个举重的 身高才一米四 不要不要 也就是说 通说一点点 个子太高了 我不要 个子太低了 也不要 为什么 它跟X的分布不同 为了保证你 最后得到了 这个 骨骑的结果 跟真实的结果之间 很接近 那这个时候 你取样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我取的人呢 都是个子不高败 也就是跟总体分布相同 所以这样解释以后 那么这两个条件 你就可以理解 如果我取了一个样本 肉干个个体 个人一样本 如果这个个体之间 是相互独立的 而且 与X的分布相同 那我就称 那我就称X1 X2 XA为 简单随机样本 我的名称 就称为 简单随机样本 那么今后 我说一下 我们今后研究的样本 都是 简单随机样本 今后我们就说 简称样本 我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一句 只要我今后给了你一个 我说这是个样本 你记住我的话 它其实就是简单随机样本 好了 那么这个样本取出来之后 大家再来看 比如说我取 我取了一百个人 我在某一个路口取样 取了一百个人 在取之前 这一百个人的身高 是处于随机状态 当我把这一百个人 取定了之后 我就量 我会得到一百个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得到 所谓的小X1 小X2 小XA 上面呢 是所谓的 无取样的 垂垂机状态 当我取好了以后 我再把数据录出来 每一个人有个数据嘛 最后就得到 小X1 小X2 小XN 小X1 小X2 小XN 是一种长数据 是一种数据 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叫样本观察值 它的名称叫样本观察值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第一节 实际上就搞清楚 这几个概念就OK了 主要最主要的是 搞清楚 所谓的简单随机样本 简称样本 这几个概念就好